哈喽哈喽,我是米莉儿呀 蛋糕变胖子,老师变成老师中的战斗机 小多拉变成了大铁桶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小夫拿个新买的笔记本,又开始显摆 可以打游戏,上网聊天 得不得得不得说了一大堆 大熊一看,这宝宝的两个铁片 里面竟然藏着这么大一张网 果然大熊的脑回路和正常人不一样 蠢得有心意呀 又被胖子和小夫一顿嘲笑 自古小夫晒装备,大熊嫉妒心流泪 小多拉一听,必须得放大招了 拿出了物体变换枪 能使一种东西变成另一种东西 比如呢,氧和氢结合,变成水 碳元素呢,还能造出钻石 大熊感叹,这太科学了 尽可能搞点和电脑发音相似的东西 在小多拉的引导下 萝卜的发音加减操作 又是搞出了个笔记本 哇塞,这也太娇宝了 大熊玩起了闯关游戏 小多拉友情提醒 15分钟后,笔记本就会变成大萝卜 熊熊玩的投入 胖虎过来都没注意,胡子刚要抢 大熊没有丝毫留恋 反正我也是好,这就是男人的格局 胖虎玩的正嗨,约摸着也到时间了 电脑变萝卜,惹得围观的伙伴们哈哈大笑 不左死就不会死 和胖虎讲道理大可不必 直接去找大熊算账 熊熊脑洞大开 麻雀变鱿鱼干,引来了馋嘴的猫咪 把猫咪变成了树桩 再多拉在世界里 树上的东西奇奇怪怪 大家也不会大惊小怪 大熊走到哪变到哪 水泥管子变水壶 小夫骂路过,直接给临走了 知道土豪为啥有钱了吧 勤俭持家呀 老妈的臂力也是惊人 拎到家小case 小多拉看大熊一路调皮捣蛋 弱弱的想要收回 大熊自然不答应 店里的皮包变成了一群大河马 大熊的恶作剧还在继续 前方胖子高能 甜甜圈被搞成了胖子 辣眼睛啊 这下小多拉急眼了 迈开小短腿要夺回道具 正赶上虎子来找大熊算账 小多拉成功背锅 好兄弟有难得帮啊 大熊把小多拉变成了大铁桶 这一拳下去 胖虎的手算是废了 气急败坏的胖虎 怎是大熊的对手 这回大熊更是来了个风神之作 看虎子累得满身是汗 直接来了个露天泡澡 都省门票了 吃大饼逛酒吧 该省省该花花 熊就还算仗义 把蓝胖子滚到了空地 皮皮熊玩得正嗨 遇到老师才想起来 今儿个有家房啊 笨军能有几多仇 恰是一张考卷零开头 今儿个还没有好 干脆把老师变成了仙辈 能必一时试一时啊 好巧不巧 被贴正的老棱叼走了 杀人放过大熊可不敢 拿出枪 咱也听不懂这回拆的啥偏旁 老师中的战斗机 也不到飞到哪 可如果15分钟一到 掉下来不就成肉酱了吗 又是一枪 把战斗机老师变成了席脚盆 自由落体随风飘扬 直接扣到了老妈的头上 老妈看到儿子惊慌失措 就知道 这盆扒成是他搞出来的恶作剧 大熊看着发怒的老妈 情急之下 想要变个可爱的萌萌熊 结果 这一熊 棒呆呀 正义虽迟弹道 劝你别太狂傲 平时傻吃你也睡 以后迟早干费 好了 我亲爱的米粉们 记得给米铃我点赞关注哦